我確實是覺得小朋友很多事情要聊開 這個是我覺得家福基金會教我很多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遇到危險 或者是像這次我們遇到病毒 我一開始很怕跟他講 但是我發現越怕小朋友其實都會聽得見 然後我們都不跟他講 他就會說什麼什麼什麼Virus 什麼病毒 他就會很害怕 然後他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誰死掉了 就是如果他聽到大人在討論這些事情 然後這一次是我真的就把他聊開 我說OK最近有一個東西流行一個病毒 然後我就給他看那個病毒的照片 我說他長這個樣子 那他是怎麼來的 是很多的科學家以為他們是 可能動物跟人接觸之後 他們產生了一個變種 然後變成一個病毒 他會造成人類有什麼樣子的症狀 我就會真的跟他分析 然後他一開始都會很害怕 他就會真的 他說那這裡有病毒嗎 因為他沒有那個概念 但是我覺得一次兩次你跟他講之後 他現在就知道說 喔我回家因為怕有Virus 所以我要洗手 然後我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其實我覺得今年一開始有很多很多的新聞都讓我 覺得人生真的很無常 然後我也常常在回看自己 但我就是如果是劉真老師 雖然我跟他沒有很多的接觸 但是忠心的為他集氣 然後希望一切都可以平安的度過 其實明天會怎麼樣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是為自己負責 然後認真的愛身邊的人 然後度過每一天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 謝謝大家